停取奖牌 这其中也是包括了很多替补队员 李奇抱着自己的孩子 埃尔克斯显得非常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到队第一个赛季 埃尔克斯就随队站上了 亚洲俱乐部的最高领奖台 埃尔克斯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超越米金宇所保持的单赛季的进球记录 他已经为下个赛季的联赛 给自己制定了规划 不得不承认在这支球队当中 李皮的作用那真的是一锤定音 无人能够替代 我们的领导 是新的领导 这是中国足球值得记忆的一天 这是中国顶级联赛 俱乐部球队在重大舞台上成功问鼎的一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